大家好 今天来教大家一下怎么样用Binance Pay 来买Beat Refill的礼品卡 首先打开Binance的App Binance的App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Binance Lite 还有一个是Binance Pro 现在我们是在Binance Lite这个版本 怎么切换到Binance Pro呢 我们点击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人形的图像 在这个页面上呢 在这个黄色的切换的按钮我们向左滑一下 因为现在是Binance Lite 向左滑一下它就会变成Binance Pro了 在Binance Pro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向下来拉屏幕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程序 其中就有蓝色的Beat Refill的这个小程序 我们点击一下Beat Refill Give Card 这个蓝色的 图标 在这上面呢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卖很多的中国的礼品卡 其实我们还有卖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礼品卡 可以在这个下滑这一栏来看到其他世界 其他国家的礼品卡 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演示一下中国的礼品卡 比如可以买 哈根达斯呀 京东呀 苏宁呀 河马 还有可以给很多的手机来充值 包括中国移动 电信 等等 今天呢 我们就演示一下 怎么来买肯德基的礼品卡 点击一下肯德基的图标 我们来买一张50人民币的礼品卡 现在目前就已经是50人民币了 我们点一下加入购物车 啊他下加了两张 但是是因为之前 我们 我已经加了一张了 我们把它变成一张 然后点击付款 在这个页面填写上你的邮箱 以便收到你的卡密 就卡的密码 礼品卡的密码 然后点击继续 点击付款 这个蓝色的付款按钮 现在呢 他显示是我们需要支付 8块4毛4BUSD 他自默认的是用我的比特币来支付的 你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币种 点击黄色的确认 输入你的Binance Pay的密码 点击黄色的完成 好了 这样我们就买到了50块钱的 肯德基的礼品卡了